1月7日至8日 协城集团举行2024协城旅游全球合作伙伴大会 继南昌登场街位英雄旅行者盛典系列活动 将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书记、厅长梅毅 和协城集团首席财务官 执行副总裁王肖凡出席并致辞 会上南昌市人民政府与协城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共同发力将南昌建设成全省旅游中心城市和国内重要 国际知名旅游目的地 与会人士普遍认为 中国旅游业复苏与变革同时发生 供需两端的新变化孕育了新机遇 协城人士在梳理了相关数据后认为 团队游正在走向小团化、碎片化、内容化、品质化 这四个趋势将促进跟团游走向非传统 2024旅游增长点就在于把握碎片化 体验室、高品质、内容化的消费需求 协城跟团游数据显示 一人旅行的订单占比提升了25% 短天数出行占比从2019年的26%提升到现在的32% 当地参团的出行占比更是超过了58% 内容产品对于用户的下单决策也越来越重要 体现在去年协城团队游直播场次破万 直播带货的合销GMV去年四季度比一季度提升4.5倍 直播间商品转化率平均提升21% 站内直播的成交合销率高达91% 据介绍,协城团队游将持续夯实服务根基 持续推进服务标准化 行中信息透明化 同时重视服务人员生态 建立导游库项目 不断梳理、培育、盘活导游资源 目前协城导游库内拥有约3万名导游 金牌导游数量达到4000名 自营品牌产品的金牌导游派遣率达60% 金牌导游,司机好评率接近95% 全程金牌导游派团的产品转化是非金产品的两倍 金牌导游